我們今天講講中一的數學 sequence 素裂 而今日介紹的素裂種類 就是英文叫 Arithmetic Sequence 中文叫等差素裂 高峰的朋友稱為 AS 雖然你現在中一學 你跟師姐師兄說 好像是 AS 覺得很厲害 這類的 AS 有甚麼特徵 原來全部項目都有共差的 common difference 即是說項目與項目之間的相差都是一致 我們先看第一個例子 就是5、8、11、14 看看他們的相差是甚麼 5、8、8、3 再加3是11 再加3是14 所以你猜到14之後的 pattern 就是17、20、23 而不一定是項目之間加 才是共差 可以減 下個例子 12、4、8 8、4、4 4、4、0 所以你猜到0之後 應該出負4 然後負8 如此類推 這類 sequence 在中一很流行出 而且叫你猜猜 5、8、14 公項有多少 或者12、8、4、0 通常你猜了半天也猜不到 因為今天我們介紹一些好東西給大家 原來這類的 sequence 的 general term 有一條公式去計算 就是這個 就是 a 加 n 減 1 成 d 通常在高方會學的 現在的討論給大家 就不用猜不到 我們每次在公式中 只是代用 a 和 d 解釋了 a 是項目整個數列的第一個項目 而 d 就是剛才的 common difference 就是這樣 加 3 加 3 個物體就是 common difference 我們馬上拿回剛才的 5、8、14、4 而 first term 就是 5 而 common difference 就是 3 再加上去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 5 藍色的部分 永遠都存在 因為你只要代用箭咀這兩個數字 加 加 加 1 乘 3 這個 common difference 再減化 3 乘 3 乘 1 就變成 5 加 3 乘 3 計算完之後 就變成 3 乘 2 是不是很棒呢 各位 通常可調式的同學 就會很不似隔壁的同學 考慮這麼久 你現在好像出 cheat 看看第二個 example 就是剛才的 12 840 今次是 decreasing 減 4 所以一會兒的 first term 是 12 但是 那個 common difference 應該是負 4 這個要小心點 就算關掉公式 也要懂得用 藍色加 加 1 乘 1 永遠都在 首先把 N 乘 1 乘 4 就出 12 乘 4 因正 4 乘得正 減化碼就出 16 乘 4 就是這條 12 8 40 的 general term 那就不用想天罡了 明白的同學 記得subscribe 我們要數學999 但願人長久